娘娘当初从侧扶进扶正为扶进之时 想来也是由侍妾们这样建核过来的吧 妹妹有几级人真是聪慧啊 臣妾再聪慧 怎比得上皇后娘娘您扶会双修呢 华妃这话算是执中皇后雷区 借昔日一休被扶正之事来隐喻自己 让皇后开始慌了 那华妃真的有觊觎后卫的野心吗 我认为是没有的 但凡是个有脑子的都知道 中公之位是无法被轻易撼动的 当然这一点不适用于一休自己行 且华妃追求的更多是皇上的爱 而非至高不善的权利 眼下华妃的这番话 更多是为了和皇后斗嘴 气到皇后 华妃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如昔日一般 华妃总拿一休在意的出身说事 今日也是拿一休在意的后卫说事 华妃总是能轻易拿捏一休的痛楚 皇后娘娘一生最爱体察皇上的心意 不知皇上所说要尽臣妾的位分 是要给臣妾什么位分呢 其实仔细想想 如果华妃真的对后卫有益 也实在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表露出来 华妃此举更多是为了发泄一口恶气 先前甄嬛在生辰时出尽了风头 如今华妃就是借自己敬畏之事炫耀一番 让众人知道皇上最在意的人还是我 小小甄嬛再得意也比不过我 妃卫之上便是贵妃 贵妃之上便是皇贵妃 皇上圣心大致如此 娘娘错了 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呢 哦 妹妹的意思是喜欢本宫皇后的宝座了 皇后直接被吓死 娘娘多心了 臣妾只是听说皇贵妃未比富后十分尊贵 从前顺志爷的董恶皇贵妃在时 博尔基基特皇后连立族之地都没有呢 华妃虽不会觊觎皇后的位置 但对于皇贵妃之位还是有想法的 华妃扳出了董恶皇贵妃的例子 既是表明大清有董恶皇贵妃这样的先例 也是间接表露出自己对其的向往 董恶皇贵妃深受顺志的喜爱 不仅近风为皇贵妃 还因其近风而大赦天下 如此恩宠华妃自然动心 以华妃的野心和其自恃的宠爱 她是有与其比肩的想法的 同时若华妃真的成了皇贵妃 便是更进一步架空了皇后的权力 这自然是意志不满皇后的华妃 最想看到的局面 妹妹博古通今 只是皇贵妃再尊贵 都只不过未同富后 皇后终究是皇后 皇贵妃可以有 但母仪天下的人始终只有一个 董恶皇贵妃即便追封为皇后 仍然是主不复妙 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 妹妹你聪慧过人 应该知道什么是安分守时 进退何宜 皇后清晰意识到了华妃的野心 看似客观回应华妃的话 实则是彻底慌了 忙着用自己的正统性压制华妃 华妃一个平A 皇后直接把大招放了 好